与健康所想 对于动脉硬化和动脉斑块 这样一个大家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中医是怎么认为的呢 中医认为这个斑块的形成 它是跟中医的弹食有关系 弹食凝聚而形成块 很多症结很多结结很多包块 甚至肿瘤和动脉硬化的形成 在中医来认为是同样一个道理 那么为什么形成弹食凝聚呢 主要是几个方面 五脏失痕 调节功能不完善 那么是个主要问题 那哪几个脏器不行呢 一个是脾 脾的功能它是脾主运化的 它是负责把水部经微和水液 这些成分运化到 该排泄的器官去排泄 运化到该利用的细胞脏器去利用 那么脾如果虚了 它的运化能力失衡了 缺失了 解滴了 那么就会产生 痰饮水湿在某些地方凝聚 停滞 第二个造替呢 就是肝的问题 肝一个是它做疏泻的 它会把我们代谢过程当中的 也会造博 倾斜下去 那么再通过脾的用法 把它排出去 那么如果肝失衡了 功能失衡了 那么呢 就会产生肝气淤脂 那么呢 就不能够通过我们的脉道 把它排泄掉 而形成病变 其实呢 跟心有关系 心足血脉 血脉流动的这个动力 如果不够了 那么呢 就会血流缓慢 停滞 等等 其实呢 还有跟我们肾也有关系 肾它是排水 水液代线的 煮水的 所以这些脏腹不能失衡了 那么就会出现 台宁 血鱼 台宁血鱼的结果 就是形成这些板块 形成我们这种硬化 例如我们肝也还做筋膜 肝做筋膜 我们血管也是个筋膜 形成的 耐膜嘛 血管耐膜 所以说 它这些功能失调以后呢 这个血管就会产生硬化 种着就在板块 再种着板块 突出管腔 就会产生一些 狭窄 所以说 我们中医认为 肝主 输血 皮主 硬化 剩的水液代线失调 新的血脉 功能不足 是形成板块 形成动物硬化的综合因素 所以在资料当中 就从这几方面入手 来进行干预 才能够解决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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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允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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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